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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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希望在圣诞节这个日子 大家都用严肃的心态来记念耶稣 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最后就是来参加圣诞节的纪念礼拜 所以就要来参加圣诞节信念礼拜 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讲的那七句话 用十字架七言来记念耶稣为我们受死 用十字架七言来记念耶稣为我们受死 我看来说很多人包括拆会都来到这个地方参加 所以我们都找到 我们如果要坐在这个祖堂就应该找到 不然就到父堂去 自然父堂也能够聚会 我们九祖联名 十字架七言在我们过去十多年前我们都有唱了 十十年前在七十年代演的时钟 到八十年代演的时钟 八十年代演的时钟 都是英语来演 我们七十年代有唱 八十年代是用英语来唱 七八十年代 七八十年代 年后九十年代的我们就把翻译作这个中文 九十年代我们翻译为中文 我们不然有华语文 我们也有学研语的版本 不大是有华语文 还有闽南语的版本 希望以后有机会唱 闽南语学研语的版本 那是不是有机会能够唱闽南话的那一版 我们下主 我们加到这个十几七言 当年不然在我们一起演 我们的试班包括 设计老师的试班 和今天的联合试班 上上也在书乱醉 到八十年代 甚至到马来西亚 来演十几七言 感谢先生 不但是我们每次书乱节唱 这里唱十几七言 还有西安楼跟金林联合 在本地也在马来西亚 都唱过十几七言 我们本堂的试班 也不够本丁去演的 本堂的试班 也到过奔阵去唱十几七言 所以十几七言 差不多是 当年 我们都在演 用这首试 来纪念 亚索为我们 首试 我们几乎每天都唱 十几七言 来纪念耶稣为我们受死 希望这一次全教会 全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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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班来演 希望这一次 全教会大师班都来唱 我们这是第一次创举这么做的 我们这是第一次创举这么做的 所以我们希望 可以这样来纪念祝的小兰 以此来纪念耶稣的受难 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是路加福音第五章和第十三章 我们如果读路加福音第五章就看到耶稣他出来传福音他呼召门徒 这个学生在家里厉害的鸟 门徒在家里厉害捕鱼 主耶稣就帮他们捕到两船满满的鱼 耶稣帮他们能够捕到两船满满的鱼 然后耶稣就对他们说 耶稣就对他们说 你们就来捕捉我 你要来跟从我 他们就放下船还有网 他们就放下船还有网 就捕捉了耶稣 就跟从了耶稣 五章十一节说 他们将两船满满的鱼 古章十一节说 他们把两支船拢了岸 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 他们听见主耶稣的呼召 就把一声奉献给主 对待了后这些学生就一声 没有再去捕鱼了 从此学生就不再捕鱼了 他们就为主的感觉 使过来奔造 使过着我来传承主的福音 就为主耶稣四处奔波 劳碌传扬主的福音 当时我们要说的就是 这些学生才有这些训练 我们来看这些门徒如何得到训练 我们知道一个要追传多的人 一个要传承主的人 每个人都受训练 我们知道每一个传承主的人 他们都必须预先受训练 我们本来每个人都领受一个使命 我们每个人都领受一个使命 不管你爱还是买 不如你愿意不愿意 头上我们说圣灵 我们都领受圣灵 我们都说我们刚才讲圣灵 我们都领受圣灵 在领受圣灵里面 有句话告诉我们 在领受圣灵当中告诉我们 我们喝这个杯吃这个饼 就要表明主的事 表明主的使之等到他来 表明主的事 也就是要先用主 表明主的事 证明我们要宣扬主耶稣的大爱 所以无关你爱还是买 不论你愿不愿意 每个基督徒 每个信主的人 都要负担一个责任 就是要将主耶稣的福音 传给每一个人 传给每一个人 传给那些没信的人 所以每个人都要受到训练 你如果来到礼拜堂做礼拜 礼拜堂的祷礼 礼拜堂在台上的真理 是一种的训练 是一种的训练 有些人听到耶稣基督的呼召 有些人听到耶稣的呼召 这个呼召是叫他全时间 整个生命呼召 整个生命来献给主 那个呼召将他全时间整个生命都奉献给主 我们一生就要为主来做工 就是一生要为主工作 他要最多来这种训练 他要从那里得到训练 今天我们很明白 人主到神学院去 我们也明白有人到神学院训练 今天人主到神学院去 有人到神学院去 但是在那时没有神学院 耶稣自由来训练这些学生 耶稣如何训练学生 耶稣的方法是门徒的训练 在三年多的时间 他传福音三年多的时间 这些学生跟从了耶稣 他们跟从在耶稣的身边 看耶稣怎么说 看耶稣再有嘴 看耶稣怎么做 就这样就做耶稣的训练 这样子接受耶稣的训练 所以学生跟从了耶稣 圣经说 头一行 十二十公 有一次 耶稣在这个生命里面 有人 全身苦 死了 大胎口 就十二节说 有一回耶稣在一个城里 有人满身长了大麻风 这个大胎口的人 看见耶稣 这个长大麻风的人看见耶稣 就啪在头上 叫他说 就伏伏在地求他说 圣经说大胎口就是大胎口 圣经讲说大麻风就是大麻风 圣经讲背鬼符就是背鬼符 有一些解经书 他会告诉你这个大胎口不是今天我们所了解的大胎口 他说圣经所说的大麻风不是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大麻风 圣经所说的大胎口是一种皮符病 圣经所说的大麻风是一种皮符病 其实不是 圣经说大胎口就是大胎口 圣经说是大麻风就是大麻风 大胎口才有呢 大麻风如何呢 我们知道泰国圣经在这几十年代才能够得到医治 那大麻风要在几十年当中才能够得到医治 在过去完全没有这个医治 在过去是完全得不到医治的 所以是一种可怕的病 然后呢 在当时在这个 叶索的时代 那个圣经大胎口都要 在当时的大麻风 耶稣时代 这些大麻风必须要在郊外 隔开人群 他不能够在人群多的地方活动 就是有时 他需要来到医治 他就有人说 太过来啦 太过来啦 如果他们需要到城市去 需要摇铃 然后说 长大麻风就来了 让人可以避开他们 让人可以避开他们 把这个大胎口的 就来看去亚索 随时就拍在亚索 拍在头上 来叫亚索 这一次大麻风看见耶稣 就伏伏在地求耶稣 我们看这个伏伏和这个鬼 这个伏伏或者鬼 在犹太人人 在犹太人当中非常明白 这些对象 只要是神 只要是那位上帝 这个伏伏在地或者跪下来 他们的对象 必须是上帝 不能够像人贵的 不能够像人贵 无论那个人是什么人 不论他是谁 就是天使也没人的 就天使也我们也不能够跪 等你看 卡死了的时尊 如果你读启示录 你发现说 要喊压少了 提前的卡死 他说约翰领受天上的启示 他心中感激 他就拍下来 要拜祈祭 心中感激就伏伏下来 要拜天使 有两次这样子 有两次这个样子 天使如何说 趕快起来 不能拜我 不要拜我 我们只要拜上帝 我们只能够拜上 拜那位真心 拜那位真神 所以 我们都是主的仆人 所以我们就明白了 我们明白了 亲爱的在这边 有时我们在生活中 因为我们是华人 我们是当人 我们生活中 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华人 当人这个膝盖很容易跪拜 华人这个膝盖很容易就跪下来 有时我们按人就拜了 我们就向人拜 有人按人就跪了 向人就跪下来 有些人心里去拜 心里去拜这样的时尊 有人过年去拜年的时候 拜拜年的时候 拜这样 他要跪拜 他也像长辈也跪也拜 我们想说 我们要明白圣经的真理 我们就在乎 我们就应该在乎 应该在乎 在乎 在乎 如果我们明白 甚至的教导 我们就应当懂得如何 这位大太高的 这位大太高的就是这样的 打在桌 来求耶稣 这个长大麻风了 就辅在地求耶稣 耶稣没有说 你管他起来 不能拜我 耶稣没有说你赶快起来 不要拜我 耶稣赶年接受 看起来 耶稣赶年接受 他的颈拜 看起来耶稣是接受他的敬拜 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 他在那个时候 他就是神 学生在旁边看的时候 学生也明白 这个人拍在耶稣面前 这个怎么复复在耶稣面前 为什么耶稣没有叫他马上起来 我们就明白 学生就知道 耶稣就是神 学生明白耶稣他就是神 所以耶稣就是那位 多、责、略、神的上帝 所以耶稣是那位 道成肉身的上帝 耶稣就是那位 体重 体重 多 来到世间 体重的神 来到世间 成就人的神体 的那位耶稣 耶稣是那位 道来到地面上 穿上人的身体的主耶稣 当然我们知道 他的目的就是要来 为世间的人 来行政罪子 修丁的十二家丁 当然目的是道是上来 还清世人的罪债 来被丁在主的家上 所以从耶稣所做的 我们认识祂是神 那这位 这位 派国的那位 就这样 叫说 所以长大麻风了 就求耶稣说 主若肯 得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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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 帮我 牵起来 必能叫我 洁 祝若肯 得咳 帮我 牵起来 必能叫我 洁 这边过的是 很简单的 位 这是很简单的一句话 但是里面 意思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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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里面有很深的意思 祝若肯 祝若肯 得咳 他必能 必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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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咳 这是很重要的一句话 必能是一句非常重要的话 表示什么呢 必能 得咳 得咳 表示 主耶稣是一位 全能的主 这个必能 表示耶稣 祂是一位全能的主 主若肯 得咳 祝若肯 必能 叫我洁 把大胎口是 没办法得咳嗣 没办法得咳嗣 在那个时代 在那个时候 大胎口是不能够被写 一定不能够被 痊愈的 但是 主耶稣 祂是全能的 但耶稣祂是全能的 全能是什么意思 全能什么意思呢 就是无所不能 就大行为了 这什么都能 这个全能 这位必能 也抓出 无所不能 这个全能必能 不但祂是无所不能的 就大行为了 什么都能 也 是无所不在 也是无所不在 就是 十所在 他都在的 到处他都存在 你在礼拜等一地的 你在礼拜等他存在这里 你在飞机上 他跟你三个地的 你在飞机上 他也与你同在 你在船上 他也与你同在 所以 无所不在 所以 无所不在 也表示 他是无所不知 他也是 无所不知 无所不知的 他也是 无所不知的 他什么都知道 他不需要人跟他打小报告 他什么都知道 所以无所不能 无所不知 他无所不在 就表示我们说 神的神 现在一位就够了 就是我们说 现在神一位就够了 真是神 现在一位就够了 真是神一位就够了 那是神明呢 如果神明呢 门一个神 叫门神 门那个神 叫门神 灶口一个神 叫造神 厨房有一个神 叫造神 山边有一个神 叫山神 你看你有山神 有门神 还有造神 有山神门神跟造神 这些的都不是神 表示这些都不是神 不过是人所想出来的神明 不过是人所想出来的神明 因为神 现在就够了 因为神只要一位就够了 在山 在空中 在海中 在门 在门 在客车 在造车 它都是神 在山 在厨房 在海 这些都是神 所以 你这些 你必能 你必能 就表示 他是专人的神 表示他是全能的神 就是这位真神 是一位真神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今天你你神的 我神的 今天你所信跟我所信 你礼拜天 来吃敬拜这位神 你礼拜天到这个地方 来敬拜神 是独一无二的 专人的神 全能的神 所以他什么都能 亲爱的朋友 你怕什么 所以朋友你怕什么呢 有时我们 我们有时候很害怕 因为我们 我们可能有 练病 我们有 没办法改革的问题 我们有不能解决的问题 很多忧愁和痛苦 他什么都知道 他也能够帮助我们 他一定能够帮助我们 当我这样说的时候 你可能反驳我 你说你讲的有时对有时不对 我特别是 恩上帝救 有时有意思 有时没意思 我一向神去 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 我们过去当中一个老弟兄 后来就来信主 后来来信主 他信主 后有一次对牧师说 牧师啊 祷告 有时有意思 有时没意思 有时候 有时信有时候不可以 我相信 这是每一个基督导的经历 这是每个基督导的经历 有时候上帝要说假的祷告都没有意愿 所以说上帝有时有意思 有时没意思 所以上帝有时候存在 有时候不存在 所以上帝是病人的 但是主管 但主有主权 主管真的重要 上帝主管真的重要 主权非常重要 他这些行为 他什么都能 他有医抵律 医生没有把他医抵律的医抵律 他能够医好医生 所不能够医好你的病 你没有人没有把他解决你的问题 他会退你解决 别人不能够解决你的问题 他有办法 但是他有主管 但他有主权 他的主管让他知道 什么时候 他的主权也能够让他知道 什么时候能够医治你 什么时候不医治你 他的主管会让我们知道 他的主权给我们知道 什么时候 他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什么时候他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还要让这个问题延长到某一个日子 还是说我根本 主根本没有解决我们的问题 还是主完全不解决我们的问题 他都有那个主管 他都有主权 你问为什么如此 因为主的主管 因为主的主权 出自他的旨意 所以我们不知道 所以我们也不晓得 但是我们只有顺客 我们唯有顺服 所以最最最时尊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如果明白主的主的主权 我们要相信 我们要相信 我们一样的依靠 我们相信主有一个主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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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我们相信有一天上帝会接决我们的问题 我们感谢上帝 祈祷 祈祷是我们按主的祈求 祈祷 祷就是我们按主的祈求 他們呼召的學生在旁邊看,他們一看就明白。 這位是萬世都歸拜的主。 萬世要向他歸拜的上帝。 他是全能的神,也是有主權的神。 我們神學生來到神學院。 我們讀一課叫系統神學院。 有一個論題叫上帝論。 裡面有一個上帝論或者神論。 這個課題。 讀什麼呢? 上帝他是為全能的上帝。 無所不能、無所不知、無所不在。 所以上帝也是主管的上帝。 所以神是一位主圈的上帝。 他們上了第一課。 第二課呢? 第二課呢? 第二課是第五週二十七節到三十二節。 五章二十七節到三十二節。 這段聖經我們上個月讀了。 這段聖經我們上個月讀了。 所以我們今天不再讀。 我們今天不再讀。 是我們今天所看的是編的第二課。 其實第二課應該是十七十十十十第二課。 第二課應該是第十七節。 我們上次講過第一課。 他跟學生說。 很多人禁食。 跟學生說不用禁食。 新郎在不是耶穌在的時候。 你就不用禁食。 有一次耶穌不在了。 耶穌什麼說不在呢? 我上次說過了。 他死了。 他死了。被埋葬在墳墓裡。 他升天十天在天堂裡。 就這兩段時間耶穌不在了。 其他的時間耶穌都在了。 其他時間耶穌都在了。 今天耶穌在嗎? 今天耶穌在我們當中嗎? 很多人點頭說耶穌在我們當中。 為什麼? 因為耶穌聖天還派聖靈來了。 聖靈是誰呢? 聖靈就是神。 聖靈就是聖靈本身。 我們的聖靈是三位一致的聖靈。 聖父聖子聖靈。 當聖子聖天了。 聖靈代表耶穌聖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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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耶穌與我們同在。 你需要禁食嗎? 你要禁食也行,不禁食也行。 禁食的目的是什麼? 禁食的目的是讓你專心祈禱。 禁食的目的是讓你專心祷告。 專心讀聖經。 不是禁食的目的,讓你的能力特別提高起來。 不是禁食的目的,讓你的能力增加。 所以我希望人們祈禱,祈禱祈禱祈禱就好了。 所以我為別人一併祷告他就好了。 為什麼祈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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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祈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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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不能够做什么能够得到上帝来把恩典给我们的。 所以求主联名了。 好,我们第二个功课是什么今天我们所说的? 我们看第二个功课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看到一个秋色的官网在那里。 今天普通的官网就是 custom的官网。 就是官口的官员。 罗马人在管理犹太帝的时候, 在管理巴勒斯坦的时候, 他想想外包, 想这官, 四官,外包给人。 把这个官就外包给别人。 外包,可以吗? 政府不要做自己做,让别人去做,叫做外包。 政府不要做,给别人做那个外包。 罗马人在管理犹太帝, 政府就要贴多少钱。 所说的税就看政府多少钱都给政府。 今天我们新加坡有很多, 就是政府做的这种外包。 我们过去也是政府做,现在外包给别人做了。 所以里面和三改, 里面和三改, 都是犹太人, 都是犹太人, 不过他们是抽税的。 这人和犹太人真不满。 他们就让犹太人非常不满。 亚座人就是,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是罗马人的糟糕。 他们是觉得他们是罗马人的走狗。 专门来抽,抽税,抽到档档。 他们抽很重的税。 耶稣减肩下。 耶稣经过那里。 看见这位利未, 他说几个位。 就跟他说, 你跟从我吧。 哇,利未就跟从他啦。 利未就跟从耶稣。 中间有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 我们中间为什么如此不曉得。 圣经很简单说, 利未就跟从耶稣。 后来利未, 因为这个耶稣的真求在家里的家里, 来跟耶稣比比吃多。 利未因为被耶稣整, 就是在家里做大百宴席。 你设圣经,哇, 真脆牙梳,真脆吃多。 真脆跟这个人吃,跟那个人吃。 你发现耶稣参加很多宴席啊, 跟这个人吃饭,跟这个人吃饭。 所以吃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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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教会也看到这一点。 有教会也看到这一点。 所以有时候祈祷会, 跟生命祈祷, 伯国会, 都有这个, 都有, 叫大家劳入来, 吃到没点心。 所以祷告会啊, 生命之道不到会之后呢, 都请大家留下来吃点心。 这是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没有说, 这是说, 违反圣经的做法。 没有。 这不是说, 违反圣经的做法。 所以耶稣是不是跟罪人一起吃饭。 耶稣常常跟罪人一起吃饭。 这就说了, 就说了, 就这一点耶稣为什么跟罪人一起吃饭呢? 每个人都指点说, 为什么耶稣常常跟罪人在一起? 主耶稣就说一句话。 耶稣说一句话。 常常一直, 耶稣对他们说, 没有病的人免得罗根, 有病的人吃到罗根。 算是一些耶稣对他们说, 有病的人用不着医生, 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我来本不是遭义人悔改。 乃是遭罪人悔改。 我们是明白耶稣来就是要找罪人。 我们就知道耶稣来是要来找罪人。 我们如果明白了这一点, 我们来到礼拜堂, 我们是明白, 我们每个都是罪人。 既然罪人。 既然罪人。 你要在这个罪人来看有什么好事吗? 我跟你说, 你让我看哪是忘。 你要从我这个罪人身上看到什么好的吗? 你越看就越失望。 我讲话都不失望。 我讲话都不失望。 我行为不好。 你要从我身上找很多的缺点不对是很简单。 你要从我身上找很多的缺点不对是很简单的。 你要从我身上找很多的缺点不对是很简单的。 你跟我生活两厘, 你跟我走一厘。 你跟我生活两厘, 跟我一起一天。 你就看我出我很多的软弱了。 就可以看出我很多的软弱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是罪人。 所以没有一个是好人的。 那好人就不用耶稣了。 那好人就不需要耶稣。 所以耶稣说我来的时候要吊嘴铃。 耶稣说我来的时候要吊嘴铃。 吊嘴铃做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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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罪人需要悔改。 所以感谢主。 所以感谢主。 我们就明白今天耶稣来的时候要吊嘴铃。 明白耶稣来的时候要吊嘴铃。 怎样吊嘴铃呢? 今天可能没有时间说。 可能没有时间说。 主要就是说, 我们要让这些人会改。 我们就要去罪业的保人去守护你。 我们要一个人, 一个罪人会改。 我们要成为仆人去侍奉他。 新加坡有一个戒毒所成功。 戒毒所就是让这些贼毒的人去贼毒。 戒毒所是吸毒的人到那个地方去解毒。 人家说在几十年代。 他们都是用这些好人。 例如牧师、医生、教授。 这些人来服侍这些吸毒的人。 帮助他们解毒。 所以他们就明白圣经一句话。 圣经有说。 保罗说。 保罗说。 狗林多前书九条。 狗林多前书的九条。 他说为了要得到这些人。 我们就要做那些人。 就成为这些人。 很多人都误会。 我为了要让这个罪人回改。 我从来去听这个罪人。 就成为罪人。 对不对。 是不是呢。 不是的 他少讀了一句话 我要给这个罪人回改 我要成为这个罪人的仆人 然后来服侍他们 很多做医生的做牧师做教授的 他们参与这个施工当中 成为吸毒的人的仆人 他帮助这些吸毒的人 一天教会他们不懂事 不会对外说他们不了解 他怎么说呢 我要给这些人回改 我要成为他们这样的人 应该说成为他们的仆人 但是没有 我要给歌星回改 要给明星回改 我要成为歌星明星 不叫了 不对了 歪起了 就弯曲了 不对了 是不是这样 你要给明星回改 你要给歌星回改 你要给歌星回改 你什么都要变成明星歌星的仆人 他变成为明星歌星的仆人 他没有这么做 他没有这么做 你一直出了很多的问题 我们今天不说这些 耶稣说我来要找罪人 所以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都是罪人 那罪人要怎样呢 罪人要悔改 罪人怎么悔改 所以耶稣在十三章就说 耶稣在十三章就说 这是第三课 这是第三课 耶稣在神学院 耶稣在教导的第三课 耶稣在神学院的第三课 教导的第三课 人人这礼拜我们所说 丁国的我们所说 是第四课 年三个月又说讲的是第四课 丁国的事 讲金只要丢 应该不应该 我们过去谈到禁食应不应该 十三章 我简单说 他的背景 十三章我大概讲他的背景 十三章我发生了一件恐怖的事件 十三章就发生了一件恐怖的事件 比拉多和加利利人的血 比拉多是加利利人的血 沉在那些借密的中间来献嘱 参加在西湖当中来献嘱 这个表示说 比拉多就抬了血的加利利人 比如说比拉多杀了几个加利利人 那种血放在借密的现嘱 大大 把血放在西湖当中献给上帝 大大借助上帝 所以有几个加利利人是死是吗 有几个加利利人是死了 不知道死多少钱 没有说 这里没有说死了多少人 耶稣就说 你们说这个加利利人是比白的没死 没有比拉多台式的加利利人更犯罪 你以为这些死了加利利人 比那些没有被杀死的加利利人更犯罪吗 耶稣说不是 耶稣说不是的 我们如果不悔改 我们如果不悔改 都要如此灭亡 耶稣又说 耶路撒冷发生一行 多楼的事 踏楼 刚刚耶路撒冷发生一件 踏楼的事件 我们二十几年前 新加坡有一次堕楼 一间路罐堕落去 三十几人死了 我们这些年前 新加坡也发生一个 楼塌事件 三十多个人死了 在耶路撒冷的西罗亚楼倒塌了 在耶路撒冷的西罗亚楼倒塌了 押死了十八个人 耶稣就问说 这十八个人 这十八个人 是不是比其他 耶路撒冷的人更犯罪 是不是比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呢 所以才被罗压死 所以才被罗压死 耶稣说不是的 你若不悔改 都要如此灭亡 所以一个罪人来离拜堂 所以罪人来到离拜堂 要警示要悔改 你要悔改 我要悔改 每个人都悔改 想一想每个人都是罪人 我们如果没有罪人 就不会到离拜堂了 如果不是罪人 就不用来到离拜堂了 所以悔改 所以悔改如何悔改 悔改也不容易 悔改有些是一生的耶稣 悔改是一生的事 所以刷下去耶稣就说一个披露 所以下来耶稣讲一个比喻 这个披露是说 有一张无花枸枪在葡萄团里 他说有一棵无花果树在葡萄园里 三年了 三年了 所以亚稣说 用这个主人 三年了 三年了 来看一张无花果树 有葡萄园里 所以主人就是在三年后来 从这个无花果树要找葡萄园里 三年都没有看到葡萄园里 可是三年都找不到葡萄园里 所以主人就在乎说 主人怎么说 把它砍了 它砍了 它白占地土了 砍了 砍下来 哇 这是真公义咯 这是公义咯 你没有三国子就把你砍下来 我做白占国得好 我种别的更好 我浪费时间浪费地 真公义嘛 是很公义啊 但是那个官员的 官员的 官员的就叫主啊 管员的就说主啊 今年要个老的 今年血流着 我来给阿陀 等我周围绝开土 加上粪 加上粪 明年如果再没有接果子 我们才来打算 耶稣你说什么 耶稣你说什么 我们讀几十次了 耶稣你说什么 耶稣你说什么 你如果接上那个悔改 每个罪人都会悔改 每个罪人都需要悔改 耶稣我们需要悔改 悔改是真不容易 悔改不容易 悔改就需要什么 悔改就需要什么呢 悔改就需要上帝的道 悔改就要 悔悔清去我们的心 悔改要绝开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 污秘的东西除去 上帝都溺去 上帝的道就进来 还要关心照顾 亲爱的弟兄姐妹 就是这样我们每个礼拜来听道 我们应该每个礼拜来听道 我们应该每个礼拜来听道 缠一礼拜就不应该 少一个礼拜都不行 因为你缠一礼拜 你就缠听到最重要的道 少一个礼拜 就少一个星期来听上帝的道 所以这要听道就是要帮助我们 就听到能够帮助我们 就像在乌头 就像在鸡肥 就像在鸡肥 人后的悔改就不应该说什么 悔改需要什么 人们就不应该握水好好来照顾 要浇水好好地照顾 人后间接一段时间 经过一段时间 一年两年 一年两年 就在看如何 他来打算 我说这件事 我说这件事 最近有一件事 要让我心中自己输入这个问题 最近有一件事 让我心中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有一个十四个青年人 一个十四岁的年轻人 有一次到学校去 半路他顽皮 我想他应该是顽皮 我当年十四岁的时候 什么都不会 什么叫非礼 什么是非礼 他也不懂什么叫非礼 我问很多同工 14岁也不会懂得这些东西 今天有人比较聪明 可能今天有人比较聪明 这件网络 这件网络 让大家更聪明 更聪明 网络给别人更聪明 但是大家是说 大概是一件作业 但是有一个人说 大概他是顽皮 顽皮作业 顽皮 他可能经过了 看到这个十五斤 看那个女孩子 十一岁 大概十岁 十一岁 就跟他打一下 可能是这样子 完全没有别的意识 没有打算 人就告他 警察就抓去审问 从早上问到校 就放他回来 放他回来 回来之后 照报章说 照他的老母说 照他母亲说 他回来之后情绪各方面都很好 突然间一个箭尾来 突然间一个电话来 学校打来的 有人说不到一分钟 他说 就跟他说 明天你不需要来学校 不用来参加这个五斤的一个活动 这个奖会的活动 不用来参加学校一个活动 一个营会 这个孩子听说 后来他听说 他很爱这个活动 听说这个孩子很喜欢这个活动 我是从报章读来的 他母亲说 他接到这个箭尾之后 接了这个电话之后 孩子进了房间 把门锁起来 把门锁起来 他在厨房 听说没有动静 就趕快要开门 门锁住 就想办法打开 窗口的窗打开 十四个男孩他就跳楼了 我心中想说 哇 这个是很可笑 我心中觉得非常可惜 觉得很难过 今天很多学校家庭 很多教会 我要成为一个最好的学校 我教会不允许有这种犯罪的人 家庭不可以有这样犯罪的人 不能让家庭修与 结果如何 我们非常严格 这个人在教会 不可以 教会要施行几律 不是一朝一夕 不是一朝一夕 不是一夕 他在信主 他就毁改了 一个人信主要毁改 有些是信主要毁改 有些是信主的人 可能是一世人的过程 我们要得救是耶稣的恩典 不论我们多好多派,我们要信耶稣,我们就得救啦 如果你多好多坏,你信耶稣就能够得救 得救后要成为一个好的门徒 一个人要成为好的学生 需要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 有人告诉我 那些后来在社会很有用的人 我刚刚遇到一个人,他告诉我 他今天五十多岁,他说我的同学 我的同学 那是在学校做模范生的 那是在学校做模范生的 这时候都很乱来 现在都乱来了 那当时在学校导弹很完毗的 他们都现在很有成就 在弟兄姐,我们就知道 悔改是一生的过程 今天如果耶稣遇到这个事情 他会说 不要这么快就来接行纪律 不要那么快来执行纪律 再给他一点时间 然后才来决土,才来施培 什么意思呢 我们要再好好地教导 但是没有打算 有可能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我也不懂是不是 有可能欧帐要吃醉一件好的欧帐 可能学校成为一个好的学校 你已经被警察来问了 你已经犯了这件事了 你已经犯了这件事了 他已经犯了这件事了 他已经犯了这件事了 这件事还没有定案 还在调查的当中 在法律里面有一句话 尤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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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可能是有另外一方面 覺得這個孩子 他做錯事了 還不知道他做錯事了 還沒有定下案子 警察還在調查 就不准他來參加這個活動 就不准他來參加這個活動 結果呢 我從報章看到 他說他很愛這個活動 所以就那一天 在這種打擊之下 他就跳樓了 在這裏 從另外一方面來看 有時候我們有時候 做到很大的 不公平的對待 我們被人不公平 不公義的對待 求主人民我們 讓我們靠主來贏的 我們不可以用這種方法 不要用這種方法 倒回來說 今天我們是最詮實 最最最最高用的 我們如果是做老師的 做教育的 今天我們是 礼拜堂最 對目書最團隊 做團隊 做少年的姻村的 做禮拜堂做牧師傳道 做屬林引導者 我們如果是家庭的 我們如果是家庭的家庭 監護人 求主聯名我們 照顧這些青年人 我們照顧這些青年人 我們知道 今天的社會影響這些青年人很大 他們可能會做壞孩子 今天社會影響年輕人很大 他們可能會成為壞孩子 但求主聯名我們 給我們 給我們 讓我們 請求這個圓祖說 隔壇 隔壇 好像這個圓祖說 再等等 不是圓祖 這個圓祖說 往圓的說 再等等 再等等 讓 讓 讓我們 來吃肥 讓我們 來挖 窩土 掘開土 然後 明年 發財 以後 明年 再看如何才來打算 我們 希望 我們 可以這樣 來對待 來 來 來 知道 人 就要有這個過程 這個時間來悔改 希望這樣能夠知道說 人需要一段時間來悔改 我們 就 聽好 我們要等候 不可能 可以 很多人 來 不要講很多廢話 不要講很多廢話 賤話 求助人民人 所以在這裡 耶穌本身 身體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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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教導他的門徒 所以耶穌身體力行 自己做自己行 來教導門徒 這是 很好的教導方法 這是一個很好的教導方式 今天 人家沒有什麼機會可以這樣教導 都是用理論來教導 但我們上帝讓我們明白 今天我們有機會來教導 我們有機會來教導 你是先生 你是老師 你是禮拜堂的少年的引導者 你是家庭的監護人 我們上帝幫助 我們 知道悔改需要一段過程 當然 如果經過一段過程之後 這個人還不肯悔改 這個人還是不肯悔改 聖經也告訴我們 聖經說我們就把他交給上帝 我們不敢說交給魔鬼 不敢說把他交給魔鬼 保羅說把他交給魔鬼 保羅說把他交給魔鬼 但是我們說交給上帝 但是我們確實把他交給上帝 繼續向上帝來引導他 求主憐憫我們 教會要聖結 教會要聖結 我們一起祷告 天父我們感謝你再次透過您的仆人 把這篇信息告訴我們 我們的確看到主耶穌 祂用祂所說的跟祂的行動 來教導這些門徒 懂得如何去關心人 我們看到我們的確教會要成長 我們都需要有愛 因為這個愛從主耶穌那裡來的 不是我們愛神 那是神仙愛我們 所以求主讓我們能夠領受耶穌的愛 要懂得如何去愛我們周圍的人 有人還沒有悔改 有人還活在罪惡當中 主要幫助我們用愛來關心 來關懷 來栽培來餵養 他們能夠在生的愛當中 能夠成長 有一天能夠來信靠耶穌基督 但願神你自己在這個末世的時代 你拆遣我們出去拯救更多的人歸向你 讓我們能夠看見 我們需要帶領更多的人 來教會服侍你 讓上帝您自己使禮拜堂 每個星期的人數都能夠增加 所以您能夠得到最大的榮耀 把眾人的交托 願神帶領 人的話停止 你的靈能夠在每個人心中做感動的工作